哈喽,大家好,我是Sopin,那今天分享的就是我固牙的一个经历,还有呢,通过HO呢,来帮助我获得一个完全没有痛的一个经验分享,那希望呢,这个分享呢,继续下去的话呢,我会告诉大家更多在整个过程里面的我用HO的一个感觉 那么,希望这个方法呢,可以帮助将来呢,如果你身边有朋友也想做这个矫正牙齿的话呢,可以用HO呢,来达到一个完全不痛的一个过程 那么呢,其实我是在哭牙之后开始见到朋友,然后听说呢,原来这个哭牙是非常的痛,非常的不舒服的 而之前呢,我在上网去查资料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没有去查这个固牙之后的感觉 我只是查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去放这个固牙的那个过程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原来固牙之后是会很痛的 那么我固牙的第一天的话呢,是回来之后就没有吃这个硬的食物或者是一般的固体食物 我只是喝Cambridge而已,然后就过了一个晚上咯 然后第二天开始的话呢,我就是吃软的食物,就是整个礼拜啦 我就是吃软的食物,比如是有喝Cambridge啊,吃粥啊 食物的话也是比较软的,或者是把它变成小块状一点的 然后之后的一个星期之后的话呢,我就跟回原本我平时的食物 平时的那个食物的量啊,或者是食物的那个种类 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只是没有吃太硬的食物 那对于H0的话呢,我固牙回来的第一天呢,我是用H0细了五个小时 然后平时呢,之后啊,就是每天都是两三个小时 那本来呢,医生是说第一天固牙之后过了几个小时呢 一定会有疼痛的感觉的,那个是正常的一个反应 我自己也是有期待可能那个痛的感觉出来啦 但是因为我也是有点怕,所以我一回家之后呢 我就是CH0,所以当天我就吸了五个小时 啊,surprisingly,我是没有痛 然后整个月后去见医生,跟医生讲 我没有痛过,他也讲 哈?我是没有听过人家讲不痛的这个感觉 我固牙的一个月之后呢,就必须要拔牙 那么医生呢,就把我拔了右边的上下两颗牙齿 就在那个拔牙的旁边前后啦,有打了这个麻药 啊,然后当然打了麻药,拔牙之后就没有痛的感觉咯 啊,但是我还是很觉得有点怕怕的感觉啦 所以我就马上回去 啊,之后呢,就开始CH0 啊,大概是三四个小时之后呢 那个麻药就过了 我就发现到,其实那个麻药过了 我的那个拔牙的部分呢,是没有痛的感觉的 然后到了晚上,经过是大概六个小时这样子呢 就发现到也是没有再流血了 因为那个棉花已经没有再吸到血的痕迹 然后,啊,当天呢 我还是有吃了阿库两包,跟Beauty两包 然后晚餐呢,只是喝Cambridge 没有再碰别的食物 啊,就当然也是怕痛啦 啊,但是我当天是睡得非常的好 没有痛醒来 完全是没有痛的那个感觉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啊,有刷牙 啊,也没有流血 啊,第二天我是跟第三天的话 都是吃软的食物 吃粥啊,喝Cambridge啊 啊,这两天下来的话就是H.O.三个小时 啊,每一天都是三个小时 然后阿库两包,Beauty两包 啊,我发现到我的伤口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呢 是,呃,没有一点流血的痕迹 而且也没有觉得不舒服的 所以整个过程呢,这个巴牙之后呢 我是没有痛 啊,我也不需要吃到医生给的那个止痛药 想要阅读更多的medical study 你可以scan下这个QR code 这里有一系列的medical research study 那也可以留守我们的website 我们的facebook 跟我们的其他的一个资讯 那记得follow,like and share我们的page哦 使用natural非药物疗法呢 是可以达到一个排毒抗发炎弊病的一个效果 最高效率的排毒抗发炎的方法就是使用H.O H.O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排掉坏的自由基 排酸毒达到一个灭炎弊病的最佳效果 第二项就是H.T.H.T.呢,是有效的排寒湿毒 疏通我们的经络 达到一个局部性的止痛 第三,the one-to-one diet the one-to-one diet的step one跟step two呢 是有效的启动一个自觉系统 它帮助我们的身体呢 排掉一个老旧细胞 让我们的老旧毒肺物呢 顺利的排出体外 而且补充齐全的营养 第四,就是用lice bug lice bug呢,最有效是排血液的垃圾 补充我们的神经细胞 而且维持五脏六腑的健康 那记得要长期保持健康的过程中 一定要常使用这四个方法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 Nedrofi药物疗法的排毒 抗发炎和弊病的效果 这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炎和弊病毒